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国大陆断交 就还不跟我们绷交 所以我当时我就觉得 这一切一切又是假的 又是两面手法 又是到处搞他们想要的好处 所以韩国人还是要跟大家讲 台湾啊永远得不到好处 台湾得不到好处就算了 可能得到好处啊 都是这些住在上面 高高在上的高官 尤其你看到他们又在搞金钱外交 最后得利的会是人民 还是这些高官呢 我们应该非常的清楚 而且啊近期立陶宛啊 真的发生了非常多事啊 尤其啊内部啊 为了要反中或者不要反中啊 已经产生分歧 近期非常多新闻 也就是说立陶宛的总统 跟他们总理 反生了不同意见 然后啊外交部长跟副部长啊 这几天有几个新闻啊 看下来是怎么样 两个截然不同的一个表达方式 但是对韩国人来说啊 这个都是西方这些国家 长期不是很爱用的两面手法吗 所以啊各位 简简单单的一个两岸的议题 韩国人就已经告诉大家 一切一切 这些国家考量的不就是利益吗 那如果台湾真的相信民进党说我们 尤其对于跟立陶宛之间的关系突破的话 那我真的觉得可笑万分啊 尤其啊我们都知道立陶宛总统啊 前阵子啊称台湾代表处啊 是个错误啊 当时就已经引发整个台湾岛内的化然 当时很多人都已经剥离心碎 尤其喝着立陶宛的啤酒 吃着立陶宛的巧克力 是不是吃起来喝起来特别的苦 然后又加上啊立陶宛总统啊 隔几天啊又变成支持台北社处啊 又惹意啊 当时内文就写啊 立陶宛总统脑赛达斯 声称以台湾为名 让台湾开设代表处是个错误啊 强烈影响立陶宛与中国大陆的关系啊 他六日啊再度表示啊 自己一直支持立陶宛与台北建立外交贸易办事处 由于推文使用台北而非台湾 再度引起嘴瘾 你看各位朋友 我们今天台湾怎么可悲到 都可以被一个这么小的国家 立陶宛虽然他比我们大一倍 但是他的人口基本上 比我们少了十倍之多 我们还可以被这个国家给二整 好像被这个国家当ATM 我真的觉得非常佩服耶 这个总统已经把我们从台湾很快的 韩国人今天跟大家预测 可能过不久就变台北了 哇 结果隔天就变台北了 那结果我们的外交部还是继续怎么样 哦 我们外交部说啊 应究责中国大陆而非台湾啊 然后外交部欧江安就说啊 这个脑赛达的发言表示不便评论啊 但台力双方都是自由民主啊 及多元社会啊 有不同意见很自然 各位朋友啊 请问所谓打台北建立非外交贸易办事处的这个人 是立陶宛的议员吗 还是立陶宛的路人甲路人银呢 当然不是啊 是立陶宛的总统耶 我们的外交部怎么此时此刻还可以继续在骗台湾 然后还在那鬼扯什么 他说立陶宛所面临的挑战根源是来自于中国大陆行径啊 相关责任后果不应由台湾或立陶宛承担 哇靠各位 此时刻 立陶宛是跟谁绑交 韩国人每次都要讲这个 因为这才是key point嘛 这才是真的嘛 你今天一个地方跟你说很好 然后我们自己还怎么样 自己说啊 我们跟立陶宛都是自由民主的地方 所以啊立陶宛总统把我们降成台北就算啦 就近期啊立陶宛副外长啊 说啊挺台惹怒中国大陆啊 没想到后果这么严重啊 就在楚天都市报啊 极木新闻引述啊 报导称啊立陶宛的外交副部长表示啊 立陶宛外交部曾预计啊 中立关系恶化对立的立陶宛商界 不会造成太大影响 然而现在情况表明 事情并不是照他们预计那样发展 早在去年8月立陶宛门户新闻网站就曾报导啊 中国大陆从立陶宛召回大使后 立陶宛出口商就开始怨声载道 称中国大陆不再从立陶宛购买木材 乳酪和粮食等产品啊 这个中国大陆大型木材贸易商正准备离开立陶宛 立陶宛当地的牛奶加工产已经暂停对华出口 此外啊中国大陆也不再购买立陶宛的粮食啊 路透社也曾经在报道中指出啊 尽管中立双方直接贸易不大 但立陶宛有数百家公司 依赖出口经济啊 为和这个中国大陆贸易的跨国公司生产零部件 还有服装等产品 说要的一切一切都是行贸之间的往来 才是国家为何要交往在一起的key point 根本不是什么民主自由嘛 从立陶宛当时要挺台湾 韩国人就已经跟大家讲就是假的 就是在骗台湾人 那对于民进党他的政治利益 就是拿来当做他的大内宣 立陶宛的副部长你看都讲实话啦 对不对都说我没想到后果会这么严重 尤其韩国人之前有跟大家讲一个最大的key point 你们去看立陶宛尤其他对于他们的出口 立陶宛最大宗的出口还是在俄罗斯嘛 那占他总额的13.5%嘛 那请问一下现在俄罗斯是跟立陶宛是跟美国好吗 当然不是啊 现阶段我们看到的盟友也就是中俄友好 又加上立陶宛很头痛的白俄罗斯 那都是现在立陶宛主要出口的一个地方啊 所以我们当时就说立陶宛跟台湾87分像就是这样嘛 我们整天说我们要抗中保台讲了一大堆 但是我们最大的出口却是中国大陆加香港 那不是跟立陶宛超级像吗 而且俄罗斯现在跟中国大陆关系好 你立陶宛你能干嘛呢 它的出口量第四高的也就是德国 那德国前阵子立陶宛的媒体才说啊 德国破落地海商会警告立陶宛政府啊 如果找不到恢复立陶宛与中国大陆经济关系的建设性解决方案 相关企业受到限制措施啊 可能会迫使德国投资者关闭在立陶宛的工厂啊 依照立陶宛统计部门2019年数字显示啊 德国是对该国的第四大投资为13.7亿欧元 所以各位朋友 今天我已经都把答案告诉大家啦 今天为什么立陶宛的副外交部长就讲 我没有想到这么严重 那当然第一 我们当时觉得立陶宛会来搞两岸的问题 我们就已经觉得够蠢了 那现在终于承认自己蠢了 因为近期我们都看到立陶宛的执政党 他的民调基本上已经是跌跌跌跌跌到翻调 那讲难听 他们根本已经在立陶宛有一点信用破产之下 现在才开始怎么样 啊 觉得自己好惨 或者是立陶宛出口商就开始怨声载道了 就开始在那解释 现在哇 我们为了要反中 所以让我们立陶宛整个不安宁 但是各位我要跟大家讲key point啊 我今天观察到中国大陆 根本还没用 半点力气 立陶宛就已经哀哀叫了 尤其韩国人当时才跟大家讲 哇 台湾意气相挺 2万立陶宛的莱姆酒 这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这酒肉损友吗 然后到了近期又是怎么样 立陶宛一货柜的这个所谓奶水啊 卡关中国大陆啊 台湾厂商啊 甘田啊又有接手啊 你看 一个货柜的奶水也可以拿来爆 所以我们今天跟立陶宛的关系就是接收他一堆他出不去的货物 一切一切不就是他自己造成 他不是在之前要挺台湾当时还非常嚣张 还不怕中国大陆吗 就现在到底是在干嘛 现在又怕了 现在又开始有点苦苦哀求了 然后你又看到美方明明应该要大力的挺立陶宛 但是现在都只有什么样 只有嘴炮而已啊 像这个说北京啊 预立陶宛纠正错误啊 美国重生啊 挺立陶宛 跟台湾啊 深化合作啊 每次看到这就好笑啊 你美国连跟蔡政府邦交都不肯了 还要要求别人跟谁深化合作 那你为什么美国不自己先跳出来买所有 可能立陶宛销不出去的货物呢 这么简单的道理各位 你想一下就通了嘛 就在今天那新闻报的超大力 就立陶宛政坛分歧下 台湾再送十一融资大礼啊 然后内文就写啊 我们台湾的这个发展委员会周二啊 与立陶宛经济继创新部啊 召开视讯会议啊 然后啊 我方就表示啊 将提供十亿美元作为融资基金 发展台力经济合作项目啊 立陶宛啊 驻台经贸办事处啊 目标今年春天啊 开始营运啊 你看各位朋友 我真的看到我都快掉眼泪了 请问一下十亿美金融资 各位能换到什么 各位这都是先花台湾人民的纳税钱 你看台湾今天又开始在那搞 阿扁当时的这所谓的金元外交 各位马上帮大家回顾一下 当时阿扁发生的超级大案子 也就是八纽外交公款侵吞案 我们当时与这个巴布亚牛吉内亚 洽谈建立全面外交关系 但这个两方啊商议多次啊 八纽无意建交啊 因此啊 我们的外交部啊 要求仲介者也就是金济酒啊 与无私财啊 退还暂存两人账户中的外交款项啊 然后这外交款项是原定建交啊 给予八国的外交援助款啊 但此外交援助款遭金还有五两人侵吞啊 而且啊这其中去介绍的人是谁各位朋友 也就是民进党大佬邱毅人啊 当时他介绍经济酒余无私财给外交部长 黄志芳也都是阿扁那时候执政的人啊 台湾人都忘记这些事情 你看几千万美金 当时要搞这种金援外交 要去给八国 结果被这个中间人啊 给私吞掉这些钱啊 你看多丢脸啊 因为这种事都民进党才干得出来啊 各位朋友 民进党现在还可以继续执政 那些小学生还可以整天到处在那笑人家说 你们选出了啊 看你们都崩溃 完全都忘了这么夸张的事情 所以你看蔡政府也不意外啊 因为近期可能怎么样 哇选举得到太多甜头了 反正817那些绿营的支持者 讲什么鬼话都相信 讲什么鬼话只要扯到阿贡都是怎么样 哇全面出来投票之下 你看马上 对于立陶宛现在有开始有动摇 开始现在出来 我们这样做 我们跟中国大陆之间 关系产生非常大的巨变 尤其对于我们国内 想完马上怎么样 就跟这所谓的八牛案一样 当时你看那个中间人 经济酒那些 就把台湾人民辛苦的纳税钱就这样没了 所以各位我今天看到蔡政府 他根本不是想要打赢这个外交战啊 今天只是想要继续再透过立陶宛 在称赞我们拿台湾人民的纳税钱 然后去帮民进党做大内宣 是蔡政府最厉害的地方吗 最后韩国人只想告诉大家 今天中国大陆不非摧毁之力 立陶宛就这样了 然后德国那些 尤其在立陶宛的这些公司 都已经害怕自己 你们今天还期望一个立陶宛 比中国大陆小到翻 连德国都不敢这样对中国大陆了 那你觉得立陶宛会成功吗 那你觉得今天一个立陶宛挺好吗 我们就能赢中国大陆吗 你们只要告诉我yes or no 那你就知道今天我们跟他们 不管买酒买巧克力 或者现在十亿美元的融资 还有接下来不管我们要对他们 做多少投资之下 觉得这些钱花出去 最终我们收回什么 还是最终没成功又是说中共的错啊 就是中共在从中阻拦 反正人民钱都花完了啊 反正最后做不成 我们都知道答案就是怪中共嘛 就现在台湾走到最悲惨的地方 尤其台湾人民又买单了 真的啊 一个政府感那么嚣张啊 就是有这些笨蛋支持者结束啊 这样子也就把民账来打得到最后 就让他们俩一种 里面我们要稳定的地编 然后再做两年的土匙 那么对不起 如果我们要稳定协定 或许多是